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10月17号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 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是一个 重大的日子 因为今天 是修改宪法 公民存修宪案 所以 在财政预算案之前 今天这个公民存修宪案 等下就看他 今天是三读 等下就看他能不能过 如果不能过 今晚我们直播我们很很速这个课题 过了 我们就放别的话题讲 但是现在我们要来讲这个重点 公民存修宪案 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老马 布局很久了 老马 他真的是算计算到完 算到清清楚楚 之前团结政府 刚刚好 只有148席 有148个席位 就可以修改宪法 修改宪法 50%不够 修改宪法要 三分之二 那么这一次的公民存修宪案 最重要就是 因为我们整天看到 那些 那些没有公民存 那些小孩子 因为他的父母 父母的问题 总之 就是父母的问题 你爸爸娶了外国的人 或者妈妈在外国生了孩子 他又拿不到那个国家的 他妈妈在什么国家呢 生了一个孩子呢 他妈妈是不可以的 妈妈的儿子是不可以的 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的 爸爸的儿子就可以 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他爸爸在全世界的 旺生 全部都可以变成马来西亚公民 那马来西亚的这个 想法是这样子的 那男的呢 到全世界了 到尼加拉瓜 到威迪玛拉 到什么 芝利呀 是不是 到埃塞尔比亚 到那些 什么国家 男的 生了孩子呢 他都自动成为 马来西亚公民 但是女的就不可以啊 你连在新加坡生了孩子 你在新加坡的那个孩子呢 他就不是马来西亚公民 那所以 这次主要是要修改这个东西嘛 那 当然当然 顺便后面加了一个重要的条款了 等下我会讲了 啊 所以老马呢 就布局了很久嘛 啊 因为那个团结政府148嘛 所以他就叫他的孙呢 赶紧离开了 啊 他的孙就知道了 最近刚刚成为Ironman 啊就是赛沙迪啦 赛沙迪呢 啊 你们讲的还不是老马 留下了那个棋子啊 这是真的是 因为赛沙迪反对 那所以呢赛沙迪走了之后呢 团结政府剩下147不能修宪了 无法修改马来西亚国家宪法 变成拨脚业政府变成瘫痪政府变成没有用政府 5年之后才能修宪 啊 这些呢 啊 拿不到公民权的这些马来西亚孩子呢永远就拿不到还要再等5年的一切都是老马 弄你们的 啊你看老马几厉害啊 他叫赛沙迪离开嘛 后来呢 就发生那个土团党的那 那6个呢 不然间呢宣布支持安华 所以今天这个bill呢应该会 过了 只要团结政府里面没有人背叛的话呢 啊 等下就看了会不会过了 好吧 老马呢 啊 他一定是 绝对绝对反对这次公民权的修宪了 啊 因为当中呢 动到他的那个票餐了 啊 这个偏偏我们的塞布丁呢加了一个条款再去 重重打击 啊 这些选票啊 啊 所以等下你们应该会看到我我所遇见国门呢会 大理反对 因为国门的票呢 又给这个公民权修宪了 彻底的干掉了 来我们来看家新闻吧 所以那天哈纳又呢出现辩论 本来不讲身份是不可以出现辩论 他又跑出来辩论 他直接讲了 谁反对 来借大审呢 惩罚他们 只要你是女人啊 女人应律惩罚 歧视女人啊 歧视妈妈 啊 一个妈妈淘汰外国啊去生孩子 你叫几辛苦吗 你有体谅过这个吗 生了孩子回来呢 不能够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啊 假如他爸爸不要他呢 他的孩子就是无国籍咯 很多这样子的嘛 千千万万个啦 啊 卫总讲他25岁他就开始搬这种孩子了 所以千千万万个呢 在马来西亚嘛都是 走到SPM还是拿不到公民存嘛 啊就是因为他爸爸 不要他他又拿不到外国的 又拿不到马来西亚 啊 变成无国籍 啊 所以现在呢 啊 丁丁呢反对 赛萨迪反对 丁丁反对就代表国们是反对的 他估计等下国们没有人会投票支持的 啊 所以呢 只要叫大家 记得他们啦 啊 反对啊 所以 这次主要就是处理了海外产子自动或公民存就先按 啊 把这个男女平等呢处理掉 啊 妈妈生一样爸爸生一样只要其中一个是大马人呢 啊 无论你在什么 地方生啊 你在火星生在明王星生在鸟神星都可以 啊反正生鸟女就是 他就自动可以获得大马公民存除非他自己不要 啊他要拿火星的公民存 这样子 OK 所以呢 才不定 这样 这样美好的东西呢应该存提议员了220票呢 存票通过 那等下我们看了会发生什么事啊 啊 林北就来讲了 哎哟 林北啊 25岁就支持这个东西了 林北25岁呢 就帮助这些父母了 所以林北肯定支持 那我们马华大力支持 OK表态成功 OK 功劳抢完 OK好 很好 OK所以杨巧酸提醒大家 啊 今天谁投放对票呢 啊 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女性呢记得他啊男儿也是记得他了 啊 是不是 啊等下爸爸突然就死掉 等下妈妈妈妈妈在外国生争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因为爸爸死了就永远 拿不到马来西亚的那个公民权啊 是永远拿不到啊跟你讲啊 啊 他也拿不到外国的公民权啊跟你讲啊 啊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杨巧酸呢就提醒大家 等下就看谁投反对票 OK 所以最大反对呢 来自这个 丁丁了 OK 所以他讲到什么 剥夺永久居民孩子的权利 啊老马神算了 老马神算了 老马真的神机妙算了 老马太厉害了 啊 所以 丁丁讲那个海外残子OK 但是丁丁反对呢 当中有一条呢 永久居民孩子的权利 啊啊什么意思知道吗 哎呀你叫两个印尼人来 来到 住在马来西亚 爆爆爆爆爆 生了十多个孩子 他那十多个孩子 呢通通拿到马来西亞IC 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记得啊 两个都是印尼来的 哈 两个印尼人呀 他在马来西亚 生了十多个孩子啊 通通可以拿到马来西亚IC 所以这一次共鸣绢修陷案就会把这个东西砍掉 让他们按通过 钉钉当男反对啦 不止老马反对 麾钉反对啦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这次没有什么华人的事情了 因为这次呢 因为现在是西蒙要通过嘛 西蒙一定要砍掉这些损票吗 这些什么印度尼西亚什么西亚什么来的 这些损乱神鸟孩子呢 通通拿到 这些票呢 被西蒙不利吗 一定跟他砍掉吗 所以这个国门会适时反对 然后国门的这个华人也是反对 他说不可以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明白咯 所以他也是靠那些票的 也是靠那些印尼人生的孩子的票 投他们的 是不是 所以赛萨迪为什么突然间反对 本来不管他的事 他现在他算是一个什么很独立的议员 那么就是他公共 他代表他公共 所以谁讲老马没有在国会 老马的孙子还在 这个就代表老马的意思了 赛萨迪迪反对的就是这个 这一个东西 他公共不可以吗 你们都知道 做这种事情是谁来的 他公共做的吗 但是好像这次沙巴选举 风雨莫测因为沙巴最多的 沙巴很多很多 分分钟输掉 就是因为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全部被Award了马来西亚公民 所以这一次的公民存修讯就是 破掉这个东西 永久居民的孩子 不能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所以这个小雷战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有人就拿来讲政治话了 一直讲是华人 中国人要变 一直讲中国人要变马来西亚人 中国人到华人要变 真正我们都知道呢 就是那个问题嘛 是不是 所以小雷战就讲得很清楚了 OK好 所以现在塞不定呢 等下他还要总结 他说呢 水管不利那个气因 气因呢 自动成为公民 反正呢 生鸟丢在垃圾桶被人家捡到呢 他就自动 总之他在马来西亚的垃圾桶被人家捡到 马来西亚的垃圾桶被人家捡到 那个baby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人家在飞机上生鸟丢下来也是 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当然在马航上面生的就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所以马来西亚的飞机嘛 这个是全世界共同的 他是反使外国人浪用 他就不敢讲这样明白了 讲这样明白呢 今天国会会打架知道吗 今天 今天会打到比台湾很厉害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笑台湾国会天天打架 如果塞福地讲这样清楚呢 应该等下是大法出手的跟讲 就是 好 那么当中呢 有一群嘛 那些 马来西亚成立之前呢 到现在还是红色IC的 内政部长 保证呢 这3万人呢 现在全部settle掉 因为这个修线过后呢 就会导致这些 那些老人家没有办法再拿到公民存了 但是不要紧 现在是exclusion 现在优先处理 把他们通通处理掉 然后呢 接下来的这些永久居民的孩子 是没有办法拿到公民存的 需要申请申请再申请 很简单的 你是印尼的父亲印尼的母亲 去申请印度尼西亚啦 怎么去申请马来西亚的 啊 啊 这样子来马来西亚投票啊 哇老呗 是不是不可以啦 是不是 这个我绝对反对 这个绝对支持sifu team 那刚刚过一定要给他过 这个bill一定要给他过 当然会遇到 很大很大的那个 主力啊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 这一个公民传修行案 是不是 应该通过 啊 是不是 那些老人家的问题呢 那个sifu team 讲他会亲自处理 包括他亲自去interview那些老人家 那听说那些老人家呢 那些老阿嬷看到sifu team 啊 他直接讲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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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塞夫 team 其实讲得很清楚 只要那个老人家呢 会讲马来话呢 啊 就可以了 你会讲两句就可以了啦 啊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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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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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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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谁会反对呢 这个修宪案会不会通过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